另外阿桑奇7号接受法院的聆讯在伦敦也是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有许多民众就自发来到现场表达关系 阿桑奇接受聆讯的地方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法院 法院外聚集了大量媒体和关注此事件的人 得知阿桑奇将被继续关押至本月14日再度开庭时 大多数现场民众表示非常失望和气氛 英国著名纪录片之间人约汉皮尔格是阿桑奇的拥护者之一 他也在星期二当天出庭并表明立场 对阿桑奇的未来他表示很担忧 就在星期二阿桑奇被捕前不久 包括美国著名政治运动家乔姆斯基在内的上百名政界人士 联名致行澳大利亚总理基拉德 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对自己的海外公民加以保护 但是遭到了基拉德的冷淡回应 同样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约汉皮尔格说 基拉德的反应让他感觉他的澳大利亚护照好廉价 法院决定拒绝阿桑奇的保释请求 尽管阿桑奇的银行账户是已经被冻结 但是有不少的社会人士都表示愿意为他出资担保 他们对这样的结果表示非常失望 凤凰卫视 傅小田 曲子恒 张可 英国伦敦报道